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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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啊 这个 讲点啥呢 看着了啊 人民币 美元 我之前讲过啊我之前讲过 这个叫什么呢 中国啊 是不是 在贸易战里边 最后世界会形成两个世界 人民币和美元集团 人民币集团和美元集团 现在啊 网上啊这个YouTube上很多就是 大家都一个一个方向都在研究华为 我不明白为什么研究华为 你就算华为现在这个工资都停了 或者公司都关了 跟中国有多大关系吗 它不就是一个5G吗 而且时间长期来看 那个芯片也好 技术也好 肯定是要全球共享 全球开放 早晚会造出来的 所以华为 华为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不明白现在 全全都在讨论华为制裁华为 这个东西这个才是最要命的 你看你看我的视频呢 我跟你讲最要命的东西 我不谈什么华为 我也不谈那些什么技术 因为技术啊 没几年就淘汰了 你美国技术什么什么 ARM什么英国的芯片啊 什么的你这个 全球最厉害你大拿 一年以后 你再问问你的技术 还是不是大拿 技术是在不断更新 不断的被被被替换的 当年的微软多厉害啊 现在还谁还知道微软呢 永远都是这样 技术是不在不断不断的循环 不断后面要超过墙面的 那我们为什么讨论华为呢 华为能决定人类什么呢 华为 只是一 慢一年快一年 是不是 就这点事吗 早一年晚一年的问题 没有别的问题啊 但是我今天我给你讲的是啥呢 是绝对决定人类命运的事 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啊 首先中国经济的GDP啊 不是靠外贸 不是靠外贸啊 我再告诉你一遍 外贸真很小很小一部分 外贸 特别是对美国外贸 现在中国经济不靠这个 我说了中国经济是靠中国自己 广大的内需 还有什么 还有中国做基础设施建设 这才把GDP带动起来 很多人说了中国没有外贸了 那中国这个是不是 赚不到钱了 我还是那句话 大国像中国这种大体量的国家 外汇储备就这个美元 就这个美元 3万亿啊 3万亿美元 外汇啊 光美元外汇就3万个亿 怎么可能就是说赚不到钱 用钱来赚钱都 都比那些搞外贸的那些小国家赚的多 我给你最简单的例子给你举一个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 对吧 3万亿 第二名日本才1万多亿 对不对 中国是日本的3倍 第10名新加坡2700多亿 新加坡第10名 全球第10名外汇储备 2700多亿 中国是3万亿 按现在啊 按现在这个美债啊 美债利息按4%到5% 你算算 两年左右就可以把啥 把新加坡全国的外汇储备给赚出来了 就中国 什么也不要干 中国啥也不干 两年不出口啊 两年啥也不出口 不赚你外汇 我们不赚 就吃利息 两年就一个新加坡 这些钱我再放回来 放本金我再去赚 钱赚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我简单给你举个例子啊 资本市场比这还要 赚的利润还要高的 有的是啊 我说这4% 5%那是无风险的 就放在那把钱 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傻瓜 都用钱去生钱 去投很多高利润的项目 比如说一带一路啊 那钱滚钱滚的更大 所以我说啊 不要老把这个外贸啊 什么 进出口这个东西 好像当做中国的命脉 中国十年以前 十年以前 是不是次贷危机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不靠外贸了 那都已经转型了 外贸在中国经济里面 已经开始转型 那无占太大比重了 别谈外贸了行不行 哎呀现在YouTube上啊 讲真正要命话题的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到底是 是什么 哎呀是我的智商太高了 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呢 还是你们太低级了 有什么新闻夸下奔的一个新闻去了 像那谁讲的 恶虎扑石一样 我不跟你们一样了 我这有自己的流派 我有自己的风格 我就讲人类世界最要命的几样东西 咱先说这个钱啊 这钱怎么要命呢啊 我讲下边几点 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为啥 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不可战胜的 那么中国崩溃啊那些玩意 你们做梦可以啊 我还是说做梦可以 白天醒了一定要打工啊 给中国还利息啊 这个可以啊 晚上做梦醒啊 我现在说了啊 一个美元一个人民币 中国现在手里的外汇啊 美元3万亿是所有国家里边第一名啊 第一名 美国手里边的啊 外汇储备也在400多亿 也没有中国多 但是中国还有一样利器 人民币 人民币啊 美国手里可没有这个东西啊 美国美国是啥呢 是是只能用美元 明白吧 他没有这个东西 但中国既有这个 也有这个 怎么玩啊怎么玩 怎么玩 想听吗怎么玩 这想想不想听啊怎么玩 犹太人啊 犹太人 犹太人我之前讲了 犹太人可聪明了 犹太人跟你玩打欠条了 你说把这欠条给你 但是犹太人的智商和中华民族比起来啊 他他的智商只能停留在 这个欠条身上啊 中国人啊 中国人玩这个 俩欠条 我告诉你怎么玩啊 现在给你举例子按现在来说啊 人民币 对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 现在来说是贬的 但贬了一部分了 往下走贬了 之前呢是升 对吧 升值 这一升一贬之间 消灭了中国很多债务 这可能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怎么消灭债务啊 当初人民 就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 是不是 以人民币计价债务 这个这个非常什么 非常多的时候吧 因为中国两种债务 以美元计价债务和以人民币计价债务 以人民币计价债务 非常多的时候 非常多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时刻 利用这个美元 美元比人民币升值了 那就拿中国手里的美元 换成人民币 还人民币债务 这个人民币债务 中国大量的把债务消掉了 之前人民币升值 手里大量的美元贬值 那就什么 用人民币换成美元 把美元债务 大量的消减了 所以啊 中国啊 只要坐在这儿 像我一样坐在这儿 人民币扁 就像敲敲板样 这边涨了 这边跌 这边涨了 这边跌 我只要坐在这儿啊 坐在这儿 看着它涨跌 我还是这两张纸 我兜里钱不变 只要把什么 涨和跌这个幅度控制起来 我需要还 比如说需要还 我需要还一百块钱 那就让它涨上去 哎 价差 我把这个价差一百块钱 把我的账平了 然后回 涨 回 永动机一样 债务消掉了 跟美国人学的 但美国人呢 很傻 很傻 他只有一种钱 只有一 只有一个欠条 这一个欠条 他是啥 他大量的印 大量的印 然后呢 利用啥 利用那个量化宽松吗 发多发少 发多发少 这么来消减债 对不对 一个货币宽松 一个货币紧缩 宽松紧缩 把这个债务消掉 但中国啊 手里有这个东西 我坐在这儿 还是这两张钱 钱不变 价差就把所有债务消掉了 而且这个钱还还 还不断在生钱 这个美元不断在生利息 我给你讲了吗 这就是规模 你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坐在家里不用搞什么外贸 不用搞外贸 搞外贸中国 你自己算算中国 搞外贸实际中国 赚到手里的多少钱 也就是2000多个亿 真正贸易顺差 搞外贸 剩到手里的 其他都是人家的利息 都是一些美国资本家的利息 人家会把这钱拿走的 真正落到中国手里 一年外贸的 就是这利润就2000多个亿 我说2000多个亿吧 你发这个 这美元这上利息 就把2000多亿赚回来了 所以外贸啊 在中国经济里 占的很小很小一部分 不是什么大的数 2000多个亿美元 不是什么大数 吃利息就吃回来了 这不在这儿吗 中国因为中国总量太大 3万多个亿美元 吃利息能把 能吃老了 那利息 再加上我刚才说了 剪刀差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 有这么一个 像涌动机一样 不断升啊扁啊 升啊扁 有这个剪刀差 我把我的利息 把我的一些那个什么 债务还不断的削减我的债务 不断的剪减我的债务 只要有价差 他俩只要有价差 我就可以啥 在中间把这个 用的价差这个利润 就把啥了 把我的债务消掉 我债务不断在削 我呢还不断的在挣利息 这张钱还是我控制的 海外还没有 只有我有 而且我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他妈的我能控制这个钱 钱多钱少升值贬值 还是我来控制 那你说我中国能败吗 在这个世界上 有败的可能 你当我这是越南盾呢 全世界不认呢 我是世界第二大贸易 第二大贸易体 石油进口量全世界最多 人民币我像讲了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 其实啊只能在部分地区国际化 对中国最有利 如果全球像这张美元一样 全球出去了 实际对中国不利 因为就啥像烂发了 那就像那个印 印啥印借条 刮刮满大街满小区全是 全是这个借条了 那就不好了 以后就水漫金山了 我说美元水漫金山了 都来找你对了 你就没有剪刀叉了 没有这个上下 是不是俏俏板下剪刀叉了 那对你不利 反而是啥呢 有美元集团 也有人民币集团 你呀 这俩你都能啥 大部分你能控制 至少你能控制一个 我这个沉一点 你这个自然就翘起来 这样 我就能控制整个资本市场了 美元现在外汇储备 我还是最多的 美国至少你能印美元 但是你敢多印 你敢少印 对不对 你敢多印少印 我用人民币就把你这个 明白吧 中间是有价差的 我来挣这个价差 然后还掉我所有债 这才是中国敢做一带一路的原因 拿美国人和人民币 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价差 这些利息 几千个亿 就把啥 就把其他国家资产全买到手了 全买回来了 花的还是美国人的钱 你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还是三万亿 我升值了 升值了 美元升值了 然后我就花那些升值那部分钱 把升值那部分钱 是不是 换成人民币 换成美元也好 我就投了嘛 哎 意大利是不是 哎呀意大利你看这这 这这钢口这么漂亮 我买下来 是不是 这公司这么高科技公司入股 是不是 哎 给你修修这个修那个 把我的什么 产能啊 什么 头发送到欧洲 全世界 价差 用价差就买了 你明白明白啊 人币 哎 人币扁了 是不是 我手里美元值钱了 那就是啥呢 反过来用美元吗 美元扁了人币值钱了 那反应用人民币吧 价差 价差 明白吧 价差 我大量的削减我 美元和人币 他两个债务 我可以随时调换 我才是无敌的 美国现在手里只有美元 他没有人民币 没有人民币 他人民币手里就那一点 他 你玩过头 你不是庄稼 你永远在这市场上 你没话语权 是不是这道理啊 做股票也好 搞什么也好 你得试装去 你才能在市场有话一圈 中国啊 美元也是 至少也是国际上第一名 外国储备 是不是 大拿 人民币更是了 我自己印的东西 这不在这儿吗 而且我还是第二大 我还是第二大经济体 未来以后 大家用人民币结算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 这特朗普还送个大礼 送个大礼啊 这回让全世界都站队了 站成 两家分了吗 分了以后 那大家都知道不能用美元 再跟中国做生意少用美元了 少用美元 这玩意就越来越 越来越好使了 这个东西 越来越好使 越来越认了 不是说中国 故意推给你的 是他不得不认这个东西 只要跟中国做生意 这个玩意就有用 这不就是啥 强化了吗 无敌啊 中国以后是无敌的 你看我跟你讲什么 华为 华为小儿科 我之前在美国的街上 我就讲了 都研究什么华为呢 华为年产值 他们那几千个亿 两千多个亿 小小儿科一样东西 两千多个亿 那美元国债利息就那些 那我整这些东西干嘛呀 我跟你讲是国运 国家的运势 这个东西比那个华为大多了吧 比华为大多了吧 而且中国现在马上三艘航母了啊 我说了航空母舰啊 不是给你这个 什么台湾准备的 是给什么一带一路准备的啊 出去放高利贷都得配枪 都得有武力保护 你才敢去放贷 美国也是 只是美国人放那个带啊 利息太高 全世界一看 哎中国给一半利息 那大家抢吧 反正 不买不拿不 这不是美国放20%的利息 中国放10%啊 那全世界一看 我这大便宜 我不占吗 意大利穷着吐血了 那政府都快倒闭了 那赶快你这 这我不可能说 我们为了什么意识形态 我我 我给你美国送20%利息 美国人太黑了 也没办法 美国印这钞票印太多了 他得还他的利息啊 他只能啥 剥削别的国家 让别的国家替他还 他欠这些利息 他才能不是啥 不被那是 不被利息这些纸 纸片的给压死 不被这欠条压死 这是美国没有办法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他这个 是不是不能玩蹺蹺板的一个原因 他只能是啥 玩儿那个啥 玩儿放了量多 再收多 收 然后出去靠他的武力放高利贷 让别的国家来替他买单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bug 知道吧 这也是美国未来 倒霉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中国啊 必须把美国 是不是 吃干净了 像犹太人似的 得把美国吃干净了 然后才能让美国完蛋 是不是 我得用蹺蹺板 我得这么来回蹺蹺板 这也是我说了 为啥为啥 现在美国这个政府啊 美国这个统治阶级 这么害怕中国崛起 中国一崛起以后啊 不 不是什么华为那小事啊 华为就是早两年晚两年的问题 不是什么大事 大事在哪呢 钱还是钱 钱决定一切 钱决定一切 中国会把整个资 整个犹太人玩这个游戏颠覆了 美国会玩不下去这游戏 啊 我刚才给你讲这些东西啊 你自己可以仔细想想啊 中国 这么大一国家 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在这个 是不是 这样悄悄把这个游戏中 左右逢源 把自己债务消掉 还不断的吃利息 每年光利息 就是我这本金不动 我用利息就玩了一带一路了 这美国多吓人哪 多害怕呀 未来呢 未来呢 现在中国 这个美元 人币扁 美元升上去 中国光这个剪刀差 就已经还了大量的利息了 还了中国大量以前的债务了 都不用还本金 我就利息就用这些 利息 用对冲了利息 利息对冲你的利息 剪刀扎就把你的利息对冲了 所以之前一直谈这个债务 这个债务那个债务 你不用谈了 剪刀差 敲敲板 中国手里有两 是两个 两个 两个大股 是不是 都是庄家 我都能玩 这是最要命的 你今天听我讲这些了以后 你可以仔细寻思一下 仔细想一想 这个世界还是我跟你讲的 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看透了 像我一样看透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没有意思 这个世界 你会觉得非洲人 其实你最不发达国家地区人 第三世界人 永远是被这几个超级大国 在这剪刀叉里边 就把他一生的财富给捡走了 但是他们还乐此不疲 得到那几张可怜的纸片子 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是大富翁了 剪刀叉呀 行了我就讲到这了 再讲我讲过去 因为我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以后 也不能说好啊坏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为了自己发展 必须都是必须的 必经之路 希望啊 希望咱们的中华民族下一代 能想出比这还要好的办法 把人类真正带进一个大同的世界 是不是 不要再被这个少数的大国来剥削 还是我说啊 那些小地方人 小国家人 你们被全世界的大国在一直在剥削 一直在玩剪刀叉 只是你们不知道 你们还在沾沾自喜 你们一生逃不了这个命运 明白吧 还是我说那句话 这个世界是强权的世界 是大国在玩的世界 你那点荣耀啊 你那点光荣啊 在大国眼里一分钱都不值 一分钱都不值 还有啊 中国什么崩溃论呢 你可以休息了 休息了 你休息了 我刚才讲了 你不明白你从头听我这个 没有什么崩不崩溃 还有别老提聊什么华为了 啊 华为 技术早晚是要被替代的啊 华为手里的技术如果不 不再继续发展 早晚也被别人替代 还有你美国现在你这些什么 是不是你制裁华为的这些公司 你手里的技术 你不能变现 早晚也是砸手里 你现在你看 你一个技术顶多就一年两年时间 你就被淘汰 结果你一年两年时间 你还砸手里了 损失的到底是谁 啊不用我多说 不用我说 你换不来钱了嘛 你之前投那么多技术 研发出来的 不能卖这种钱 然后呢 过两年就被别人的新技术替代了 自己最后倒霉的是谁 自己可以看 还有我那句话 不要聊什么华为这个东西了 啊 我跟你讲的都是啥 都是真正的 有关于这个世界真面目的事 啊 还有那话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沧桑 啊 但是了解了这个沧桑之路啊 有时候心情不太好 我就是了解多了 了解太多真真实 真实的这个世界 哎呀我在非洲啊看到那些人呢 他们辛苦一辈子 实际都是被大国在玩剪刀叉 他们其实没有出头之路 没有 永远不可能有 但是呢他们 其实不知道更好 知道了反而容易得抑郁 啊 好了我就讲这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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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